這部影片就要講英國買樓最恐怖的就是你承認了買 然後借不到按揭 其實有30多40個原因你怎樣借不到按揭 今天就會講top5 大部份香港人買英國樓 做不到按揭然後卡住了的一些原因 首先就是如果你是mortgage buy的話 其實做不到按揭就會卡住你自然買不到一層樓 也不是一件壞事 但有兩個情況就是第一 你可能cash buy了 之後想借回那些錢 原來是借不到 這就麻煩了 你借不到錢可能別人借不到錢 你現在是很難賣出去的 因為你買了一間陷阱 借不到按揭的就是叫陷阱樓 這是第一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 就是你不是cash buy 你是打算mortgage buy 但是你買新樓 新樓就是你要先交給了樓價的一個 訂金25% 然後層樓還未起 當它起好的時候你才去搞按揭 而發現搞不到按揭你也是commit了 的一個首期 那你也是站在這裏 要是你cash buy買了房子 要是你沒有 其實你會太訂 所以很麻煩的 所以你預先知道什麼情況借不到按揭 你才不會掉下去一個兩欄的處境 聽到這裏 給我按讚才開始 節省到大家的兩欄的局面 第一個借不到按揭的原因 就是 房子太便宜 即是有些人會 聽了人說去買一些 所謂package好的 物業產品 例如學生宿舍 酒店項目 一些很小 銀碼 又很小的studio 等等 總之太便宜 是借不到的 例如5萬磅或樓下 當地人也借不到 不要說說你 但我去買英國樓 Manchester樓 還有4萬多元 當地人和我借不到 但當時太便宜 cash buy 沒問題 隨著樓價升 其實是會借得回按揭 但你說現在沒有5萬磅的樓 但還有10萬磅 9萬磅 12萬磅的樓 其實太便宜 都是 有些銀行借到 有些銀行借不到 你也是站在這裏 即是有些12萬的樓 你買了 我們也會買這些樓 但有些銀行就是 要15萬磅 你又喜歡那間銀行15 而你買了12萬磅就借不到 其他銀行可能又不喜歡利息 LTE不適合 盡量不要買太便宜的樓 當然不要買 很貴的樓 那些樓也不太好 因為升幅 升值的速度會慢 第2個 做不到案結完 就是grant rent的問題 grant rent可以有長有短 先在說grant rent 即是你買一些 leasehold樓 那個grant rent的銀碼太貴 怎麼為之太貴 250磅 一年 其實就會 太貴 對你來說 就不會貴 你會買2000多元港幣一年 好像香港那樣 給警方 給管理費 都會有 所以你買那層樓 那時候 你知也好 不知道也好 grant rent是 250 你都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 但問題就是 銀行會覺得貴 他覺得貴 就會卡住了 你借不到案結 看看這個文章 看看這個文章 What happens when grant rent exceeds 250 除了你在倫敦 就1000 就是原來有些魔鬼條款 就是如果 Fall into 3 month of grant rent arrears 即你不是不給 但不知道為什麼 你不記得 沒有給 其實地主 has the right to reprocess your property 銀行就會知道 你有危機 是被人收回房子 去到250 如果你的grant rent 他就一概不借給你 不是全部銀行 但是很多銀行都會跟 這個 有殺錯沒有放過 他怎知道 會不會你不給 250 不是 不是給不起 而是不記得給這些路 而令到房子 沒有了 大家房子 你就按了給銀行 聽不明白 所以 這個就是 很多買新樓 的一個死位 你買的時候 一定是高於250 很少現在你買的樓 是低於250 那個grant rent 從而你不會覺得貴 但銀行覺得貴 當你commit了買這層樓 給了手期 到你去做按鍵的時候 就因為這裡卡住你 你就站在這裡 第三個 借不到按鍵原因 就是如果你買一些 Apartment 而是高的 而你又是 5至7樓 以上的 其實銀行 要去知道這層樓的 外場結構 是有沒有collecting 或者是否安全 很容易易燃的物料 因為以前是會 有這些 大火 從而就 之後會 立了一條例 看這個文章 就是 2 third of high rise will still require EWS 1 什麼來的呢 External wall System 1 總之是一個 certification 告訴你 你這間 這個high rise 的外場 是合格 Many high rise are still waiting to have collecting remove collecting就是一些 意然的東西 你整奉牆以前 都有這些的物料 你說發展商是否玩自己 他不是玩自己 他以前是用這些物料建屋 而銀行是批的 但是之後銀行 因為發生火警 之後銀行 很多就會對這件事 很有敏感 所以很多 就算有collecting 他都要你 make sure 夠安全 有 有這張 EWS 1 好了 你買樓的時候 尤其是你買新樓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 你那個發展商 會不會有 EWS 1 合格的 servication 給到你 或者合時間給到你 即是你收樓的時候就給到你 所以你可以問銀行拿著這些東西借錢 你可以保證到嗎 是不行的 所以你又零 又多一個原因 你買新樓 有機會又借不到 好了 撇除這裏 第四個 就不只是說 apartment 即是house 都行 某些銀行 internal data base 你給地址 他就會知道 他們借不借這個地址 是地址 是歧視的 OK 那為什麼基於這東西呢 他們自己有自己的 risk control 例如 舉例 flooding的area 就算你 publicly search 這裏不是 gold flooding的area 但是那個internal database的那間銀行說是 他就不借給你的 那這個就是地址期時 沒錯 那你買的時候 知不知道你用哪間銀行 從而知有沒有問過他這個地址 是 借不借呢 所以我們買樓 其實不是選一間房子 我們是選了哪間銀行 我們想借先 然後就問了這間銀行這個地址 他借不借 我才決定去買 估不論我不需要被訂購買這間二手樓 但我都不想花時間 所以我有個地址 問了他 你做了 我知道這間銀行就是我會要你借 的一個銀行 我才是買的 是不是聰明之豪發 只是聽到這個tips 值得給個like 和comment一下 第五個 借不到這間 Onkey 其實就不關那間 就是你自己 的財務問題 當然你知道他自己沒有收入的話 你就應該借不到Onkey OK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有些朋友 他是有收入的 但是那個收入有不夠 或者其他上 的東西 令到他的財務狀況 是 銀行是不like的 例如他賺10萬元一個月 但原來他在讀兩個兒子 讀boarding school 而是要付錢的 每個四萬兩個都八萬 他又披露了給銀行 銀行就說你賺10萬 你未記生活 已經供兩個兒子 八萬元一個月 他借不到給你 你又站在那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這間銀行 你給他所有文件 他看他借不借給你 然後你才去賣那間屋 或者commit那間屋 當然 這裏是top五個 而第六七八九十有很多 Structure Japan is not real Flying freehold Surrounding area Esperado 石炎 等等 還有更多的 是會令到你有機會借不到 當然那些minor東西 不是top5 就少些遇到 而且遇到的情況下 都不是死證 你可能用少錢 去解決到問題 所以我的 忠告 大家去買英國樓 其實最好就是 你用mortgage buy 即是你用mortgage去進入 而最後銀行說借不到whatever 原因 你最多不買那間屋 而你是在買一些二手樓 which不是那些新樓 你是不需要先行 exchange 付了訂金 你只是commit說我會買 但是一元錢都不用留價 你只是律師費 那些驗樓費 那些有限錢 而最後 就搞案揭 銀行說不行 你就不買這間 你是有退路的 所以我都不明白大家為什麼會喜歡去買新樓 commit了錢 然後借不到按揭 或者家屋本身有死證 借不到按揭 就沒有後退 是很 愚蠢的一件事 而那層新樓 是不是又有金執 最後給大家一個貼士 就是買那些新樓 你想想有多少個單位 那些單位是不論有 100個單位 而100個單位 不要說全部 你當 五成的人 是投資者買來出租 即是大家收樓的時候 100個單位就有50個單位 是同時間放租 好了 那你想想有沒有那麼多人 突然間要在那個位 去租 租樓呢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有機會出租不到 當然其他英國樓的二手樓那些 住滿了人 你再去出租一個單位 一定出租到 好了 你就發現一件事 銀行就算 卡你這裏的東西 所有東西都 吻合了 是可以借 他都會 隨著他的 Internal database 他就說不借給你 這間新樓花 當你落城的時候 就是不借給你 為什麼呢 就知道你出租不到 你出租不到 就會令你有機會還到按揭 是一個利益 他就不借給你 做少你一宗生意有多閒 所以這裏有N那麼多個 原因 你買新樓 是每個位都爭取你的洩底 好了 講到這裏 是不是 好像很害怕 英國買樓 所以 用mortgage buy 直接去買 那時候借到就買 借不到就不買 就最安全 OK 你說怎樣搞這些按揭 有沒有收入 在香港住 香港收入 可不可以借到英國按揭 需不需要飛過去搞 哪些銀行 等等 在這裏影片就說不完 但如果你是想的 留言又夠熱鬧 分享又夠多 那我就 做一條影片 或者搞一個 一個短短的分享 就是專門說mortgage OK 好 是這麼多 給個like 給個comment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買的 這塊是給我 你各塊是給我 我剛才也吃過 吃塊是給我嗎 對 嘩 好香 好好味 這塊給你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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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